马来西亚简称大马,是东南亚的国家之一 马来西亚其中资源最丰富的两个州属,通称沙巴及沙老院 是位于婆罗洲岛上的北部,也称为东马,面积20657平方公里 东马的地理位置接近赤道,属于亚洲热带型雨林气候 然而它保存了丰富的天然资源,投资计划范围也因此而广泛 这包括了油中、天然食品、热带水果、批发与零售以及能源领域等等 被南中国海包围的东马,一年四季如下 绵延的海岸线,让东马这块临海的原始岛屿国度 随时随地都看得到白皙的沙滩和湛蓝的海水 而深蓝的海底更蕴藏了七彩的珊瑚礁和热带雨 美得令人平息 除此之外,雨林、奇特的动植物 以及著名的东南亚最高的山峰,基纳巴鲁山 也让东马成为马来西亚旅游令人心满意足的最后一站 燕窝是中国自明代以来开始 被食用的传统名贵食品之一 所谓的燕窝是燕子分泌出来的唾液 在混合其他物质所筑成的巢靴 其蛋白质纯度和营养价值高 燕窝胃干性贫 滋因润造,润肺养颜 是绝佳的保健食品 燕窝按筑巢的地方而分为乌燕及冻燕两种 冻燕的巢则住于山洞内 富有天然的矿物质 采集的过程相当危险 而乌燕的巢一般住在人工搭建的燕屋上 以方便采集燕窝 其营养成分绝不至于冻燕 位于马来西亚东马的婆罗州沙巴燕窝出口有限公司 是由沙州黄安荣夫妇福利基金会所拥有 该基金会成立于2003年 旗下拥有超过20间燕屋和一间燕窝处理中心 黄安荣夫妇福利基金会 除了资助成立婆罗州沙巴燕窝出口有限公司之外 回报社会和支持华社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也是该基金会一直以来隔手扶贫注入的诺言 婆罗州沙巴燕窝出口有限公司 是东马唯一一间公开让公众参观燕窝 及燕窝处理的公司 此外公司也设立一间展示厅 展示各大种类燕子及燕窝等资料 以加深公众对燕窝的了解 婆罗州沙巴燕窝出口有限公司 从养燕、采集、加工处理 到燕窝成品的制成 都是透过系统化的严格卫生管制 以达到高素质营养的保证 为了保存最天然存正的品质 所有燕窝皆由人工精心加工处理 燕子早上飞离燕窝到野外巡食 至黄昏时分才回到燕窝 燕窝在采集前必须确保燕窝的燕子幼鸟 已经成长并且离巢 采集下来的燕窝我们称它为圆燕 首先要经过称重、筛选及分类 经过分类后 圆燕必须使用无滤的水震泡 以及冲洗除炸 以达到杀菌的作用 再经过人工 以尖头夹子来挑毛 去除燕窝上的羽毛 在挑毛的过程当中 所脱落的燕碎会用特制模具来定模 再制成燕饼 而形状完整的燕窝 则会被制成燕斩 然后烘干 最后将会以真空包装的处理方式 运输到世界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